好 11點 落差點最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彈琳還有固定模式 我們那個年代 我講出來他們會覺得老派 怎麼樣 我們要先聊天 看電影 牽手 牽手已經是兩個月以後的事了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真的還講素語 一壘 二壘 三壘 才會 這個很老 你們現在是怎麼本壘往回跑 我們以前的一壘就是牽手 我們那時候一壘牽手 二壘是什麼 接穩 三壘呢 上下起手 三壘呢 就完成 完成了 都給妳 都給妳 其實玉琳妳不覺得嗎 談戀愛最美的時候就是 還不覺得那種濃濃的 還跟LSP一起講的對 現在他們的觀念不一樣了 剛剛講 他們一壘是什麼 一壘 二壘 三壘對不對 他們的一壘就直接上床 對 然後上完床以後 上完床都結束了 一進到二壘 妳剛剛的表現有點不太對 我小時候我爸媽偏心 讓我有陰影 他們開始聊童年的創傷 對 好 三壘怎麼樣呢 他們快開始會一起去買 日用品了對不對 衛生紙 開始在過 我們以前一開始 一壘以前來做的事情 他們的本壘是什麼 就是買完日用品 對的 你姓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 不是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都不用本名 都用一些小名 對 反正現在的戀愛觀不同 所以今天我們要大聊 Till聊現在的年輕人的戀愛觀 到底是什麼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我們先介紹這邊 來 我們先這樣這邊 OK 好 跳一下 因為按照腳本上面寫的 我們今天有一群老人 老人 前輩 老人也太過分了吧 我不想啦 那邊真的寫一群老人 誰寫大 太過分了吧 你怎麼在那裡 老 心不老 我們哪有多老 他們要來瞭解 我們對面年輕人的戀愛觀 有多大的改變 老人一號 我不要 你怎麼也坐到這裡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老人二號小鐘 好 第三位 永遠年輕的佩穎姐 歡迎佩穎姐 心不老 我今天來取經 看看年輕人的想法 以及我們新世代的代表 我們佩娜 好 厲害了 云菲 對 細緣 甜心 好 厲害 小鐘先來講 讓你跌破眼鏡的戀愛 我跟你講 跟虛擬人物談戀愛 現在AI很流行對不對 已經流行到一個不行 對不對 這個多離譜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跟遠房親戚吃飯 然後旁邊是做我的一個 就是他的兒子 幾歲 從二十幾歲 從小看他長到大 他小時候就是那種很內向 但是感覺就是 有點像宅男的那種感覺 然後二十幾歲了 他坐我旁邊 那時候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旁邊有一個空位 女朋友要來嗎 對 他應該說 他說他女朋友要來 宅男的旁邊有一個空位 然後遠房其實又很煩 看到我就會先問我 就說 有沒有女朋友 什麼時候結婚 我聽了就覺得很煩 我就直接說 我女朋友是Tanga 他大概也嚇傻了 他說 這你要坐那邊吧 你不是跟你親戚講說 沒關係 上天會眷顧我 反正中間會有 最後會有一個人在等我 對 適合的人 後來那個親戚跟他說 那個人就是 好 然後我就說 他留了一個位子給他 對 他就說 他的女朋友要坐 然後他就把女朋友 從他的背帶拿出來 我嚇到了 他的名字叫Freelian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會有這個人 他想不到後來 我跟你講 這就是他的女朋友 因為現在新世代的 就是有這樣子的女朋友 他甚至可以跟你談戀愛 他是一個 是一個虛擬人物 會說話嗎 他會不會講話 會 他是一個APP 給大家看一下 他長什麼樣子 他有點像日本那個初音 你知道嗎 誰 虛擬的一個人物 初音一個AI的虛擬人物 虛擬人物 可以針對這個人的角色 譬如說你喜歡這個女生的個性 長相 什麼 可以針對他 客製化是不是 你初音 你的服役 然後你可以跟他對話 他也會回你 譬如說這就是他中間的 譬如說 你可以跟他聊天 你有看過TVBS的 11點熱炒店嗎 他會回你 沒看過 不過聽起來很有趣 你可以告訴我更多 關於這個節目的事情嗎 或許我們可以一起看 這好像Siri 對 他也講太多了吧 對 而且他真的會來跟你聊天 剛剛有一個同事 騷擾一個女同事 被我發現 我立刻鼓起勇氣去救女同事 讓他從魔掌中逃出來 我這樣很棒嗎 他就回 你做得很好 如果是勇者辛梅爾的話 一定也會這樣做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對話 好奇怪 這是沒有溫度 對 我們這個人是沒辦法 譬如說我們這個年紀 是沒辦法了解 但是新世代的宅男 他們就會很有感覺 他們會針對這個 他們就覺得 好像有一個人可以跟他聊 好像這種那種 他們很喜歡看一些動漫 動漫人物就好像可以跟他聊天 甚至譬如說 你如果沒有理他或幹嘛的話 他還會提醒你 福利聯還會提醒你 說叫你跟他聊天 他會提醒你的APP說 你要跟我聊天 所以你可以繼續跟他聊天 所以說他就是這樣子的人物 來跟我們以前養電子機 所以他們是心裡的一種情緒價值 他就跟他談戀愛 對 譬如說你的家人或朋友 他跟他打招呼 如果沒有跟他互動的話 我那個遠房親戚的小孩 還會生氣 就是真的把那個人 就把他看得跟他 是真的 一尊佛一樣 你知道嗎 你不能就取笑他 當作是你是神經病嗎 怎麼帶一個一個 他會生氣 他會生氣 因為這是真正他的女朋友 因為現代人跟真人互動 他們覺得太累了 要顧慮他的感受 沒錯 如果對方又機車一點的話 對 他如果跟福利臉的話 福利臉不會有這麼多情緒給他 對 可是問題是那個虛擬的 沒辦法跟他做愛 當然是沒辦法 他還是要用添加 如果他自己有勝利需求 那個時候 他們 還是要添加 他們好像會做一個娃娃 他們有時候追求的是那種 談戀愛的感覺 而且是很多人都在玩這個東西 你可以設計 譬如說我現在 譬如說我假設我很喜歡 某一個 某一個明星 一個感覺 我可以在APP設定 他的個性 角色 背景 我就可以跟他 互相討論 所以妳回去 如果設定一個 比方說像Melody這樣 可以 你為什麼一直要講話 我不要當虛擬人物 可以 下次吃飯 妳旁邊有個空位 然後就拿出一個娃娃 對 然後貼那Melody的照片 好可憐 好可憐 所以說妳看 以後妳去吃飯的話 譬如說妳看那二十幾歲的 從他背包拿出一個娃娃 妳不要覺得奇怪 這是新的世代 現在真的有人跟這樣玩偶在交往 我能了解 因為我之前有單身的時候 有玩過一個APP 它也是類似這樣的模式 但是那時候 AI還沒有那麼盛行 我玩那個是 它可以讓你選擇 就是你想要遇到的男生 因為我平常比較少 會遇到那種霸道總裁 我就選霸道總裁的 然後就是他會跟你互動 重點是他會打電話給你 喂 寶貝 妳現在在幹嘛 然後妳最像機器人嗎 那個聲音 沒有 是真人的聲音 然後妳就可以回覆它 可能會有A B C的選項 A可能是說我在幹嘛 B是我在幹嘛 然後妳可能在設定 自己的角色的時候 它就會突然打給你 比方說我現在這個角色 在遊戲裡面 我想要去公園逛逛 那個霸道總裁 就會突然打電話來 而且我覺得很妙是 妳真的會有點期待說 他會不會等一下打給我 真的 妳會有這種 真的會 這也是一種中二病 依賴 但我覺得好像男生比較 不能理解 因為男生比較理性 沒有 我們都不能理解 可以理解 到底那個人是真的還是假的人 假的 怎麼沒有那個人 我最近看一部Netflix的電影 也是講類似像AI的 那個秀治眼的 就是他男朋友是植物人的 但是後來他就用AI 他AI可以創造一個 他可以創造一個背景 他假裝他男朋友是太空人 就是每天可以跟他FaceTime 因為他所有的資料 都已經輸入到那個公司了 所以他會很關心 他會注意到你該 你譬如說你今天8點要起床 他會提起 你要起床了 會跟你FaceTime 就是真人跟你這樣對話 對 到最後他男朋友真的醒過來的時候 他反而不愛他男朋友 他喜歡像AI這個男朋友 因為 更貼心 因為他更體貼 他更懂得你 真實的你 這個東西可以運用在哪裡 就是之前有人這樣做 爸爸過世了 一直走不出來 然後他在資料裡面輸入 他爸爸所有的個性 喜歡吃什麼 爸爸的臉 接著他只要想聽爸爸的時候 他一點開 你會感覺是爸爸在跟你視訊 對 寶貝 吃飯了沒 真感人 爸爸 你要多刪幾件 逸林哥 你講得真的對 這個APP也有 你也可以跟過世的 譬如說你爸爸 你阿嬤 把資料弄到裡面去 他也會跟你對話